我国爆发政治风暴换政府后外媒一度报道 美国政府以政治不稳定为由 暂缓归还一码公司资金 不过首相丹斯林莫尔丁宣布 美国政府近期已经将3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2亿9千万令吉的一码资金 归还给我国 莫尤丁今早发文告指出 这笔巨额资金是美国司法部在追讨 盗贼统治资产行动下所追回的款项 一码案通缉办刘特佐去年10月 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放弃怀疑挪用一码资金购买的资产 这笔3亿美元款项就包括了变卖相关资产的回酬 以及刘特佐相关人员所归还或被充公的款项 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成功追回总额6亿2000万美元 相等于26亿8千万令吉的一码公司资金 财政部长多斯里东郭鲁扎随后也发文告表明 追讨一码公司资产的行动还在进行中 财政部将全面配合国内外调查机构的行动